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叫王玲 是一位36岁的单亲妈妈 而在她最难受的那段日子里 很荣幸我的作品能陪伴着她 节目组的导演跟我说 王玲的病情已让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室 为了更加详细准确地了解她的病情 当晚我来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血还行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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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代表生命的礼物 过来跟您咨询一下 当时王玲这患者来的时候 我们印象很深处 就像一个比十六月的孕妇 肚子还要大 几乎是寸步难行 很难受 严重的印象生活质量 你这个不是黄鱼 是黄鱼 是黄鱼 你应该这是水 不是水 这是黄鱼 这是她的肿瘤 在整个的腹腔 腼腔里边全是 而且下肢也有 王玲的脂肪肉瘤 位于腹腔 腹膜后 胸臂 右下肢 胸腔等多个部位 如果任由肿瘤的继续生长 巨大的肿瘤可以年连侵犯 推挤 压迫 腹腔里的几乎各个重要脏器 造成脏器的功能障碍 以至于威胁生命 我肚子特别大 都以为我是孕妇 都说那个 还有几个原因 然后我就当孕妇说 我儿子在旁边小说跟我说 你要是告诉他们吃个肉瘤 他们还得吓跑了 他现在得的这个叫 叫粘液性脂肪肉瘤 粘液性脂肪肉瘤 其实因为我有朋友 他也身上会有那种脂肪瘤 也并没有说危及到生命 区别在哪呢 他和正常的脂肪瘤 这个病和脂肪瘤相比 多了一个字 叫脂肪肉瘤 脂肪肉瘤 这多了一个字就大不一样 差了很多 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良性 一个就是恶性 王林这个患者 他得的就是脂肪肉瘤 他是一种恶性肿瘤 明白 他可以切除之后局部复发 也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 可以威胁生命 恶性 恶性 巨大肿瘤 危及生命 听到这些词语 实在形容一个 36岁的年轻妈妈 我心里很不识滋味 更可怕的是 即使切除肿瘤 也无法阻止肿瘤 再次复发和转移 我对这个病的了解就是 如果说转移的也真是倒肺 或者是倒肝 快的话也就是半年一年吧 我从有病的一天我就说 我说这能活十年就行 我都愿意看着我儿子 能考虑大学 对于王灵来说 最割舍不下 牵挂最深的 就是她年仅9岁的儿子 喊喊 去年一年 竟是奔波着 这儿跑那儿跑 这不都是因为是个母亲吗 这人有一些希望的想争取 有个孩子你的房子 我去年两个人聊 哎呀 啊 写作业呢 写的还挺认真的 今天就讲庄了 今天参加的英语精彩呀 嗯 挺好 我问你把病藏了你 孩子咱们在接着 也在养活着 你这我给他爸 他不不中 他不搁拾那个孩子 他出啥也不 为了得到就职机会 王玲去过上海 天津 唐山 郑州等多家医院 但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告诉他 没有手术的机会 2018年9月 他们来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抚摩后肿瘤中心主任郝淳毅 愿意为他们冒险一事 今天好呢 前两天没几大便子 然后那个大夫给拍了几 这两天不吃饭 我吃点叶 好吧 放心吧 好的 我情愿多付出一些辛苦 多承担一些风险 也希望能给病人 带来最大的欢迎 找出那个救星员 他敢给我做 我都敢让他做 王玲本以为得到手术的机会 病情就会得到控制 由于病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情况并不像林杰想象的乐观 从病情恶化到这次住院 王玲的妈妈不放心别人照顾女儿 一直近乎于宠溺的体贴入微的照顾着王玲 因为有数前检查 王玲已经一周没有进食 每天靠水和营养液维持着体力 为了不干扰王玲的治疗 每次吃饭 王玲的妈妈都选择在医院的楼道里 他躲我躲我躲你 他唱 每次他唱 他更没好气 勾着吃起来都是 穿袜子换衣服了啊 马上然后穿衫药我们就要走了 当天下午 王玲要进行手术前的辅助手术 王玲状态很放松 户边戒着呢 我这么吃 都问好了 勸妈没有痛苦 打上勸妈的晒也知不知道呢 我都呼呼地睡觉了 小手术吗 第一步 吃好的 小手术 店里去 吃好 你相信我们都是专业的啊 不要 哈哈哈哈 你放心吗 楼上有什么 我放点 他这罐下的挺危险的 他平安又不掉眼泪 我都指望了东湾手上 能平安地读我这一罐 哪个三年五年 一直独自照顾陪伴女儿的王娃娃 此刻独自坐在手术室外 终于流向了无助的眼泪 测导师 放进去的管看手术的情况 因为这个变化 因为主体来说比较晚 整个过程还比较顺利 这是一个小的操作 只是为星期四的手术 咱们做一位工作 手术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 湿尿堂 这样我们工作 要吧 我们给他冲上 几号 几号 都喝 就一个 病友们看到王娃娃 自己无法将女儿抬上病床 大家自发泡来帮忙 母亲们会把所有的苦独自咽一下 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女儿 即使再难受 王妈妈也只能选择背着女儿偷偷哭泣 第二天就要进行手术了 由于手术风险很大 除了王灵的儿子韩寒 其他家人都从老家赶到医院 家人的到来 希望给她一些力量 让灵姐可以更加勇敢地 面对这台风险巨大的手术 家里来的几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 好 都来吧 这个手术比较大的风险就是出血 术中出血 包括术后出血 总共由于体积太大 对作为重要血管的压迫 寄犯都比较广泛 靠书很多的血 他修正不过来 最后人用他出血 还给他提表 对心 对 那个东西我们这次不打算跟你说 如果我们把你所能看的 所能见到的都给他切了 可能又在做完手术以后人过不来 在这种可控的范围内 先把我们这手术做了 现在这种情况 主要就是衣食瘤子特别大 对周围组织起犯压迫很严重 二是呢就是 他的肿瘤 有一些存在可能转移的可能 说这次不是达到一种根治的效果 达到一种顾息的一种减油术 说这个手术本身呢 确实很大 手术时间估计也很长 然后估计你的家庭开支也比较大 但是至少他还有手术机会吧 在绝望中我们找希望 我们先不要去想这么多呢 这是想硬仗 咱们共同配合 对吧 共同去和这个病做斗争 拼一下 绝望中找希望 只能拼了 听到这样的对话 我很为王灵的病情担忧 同时又觉得很震撼 这是无奈中迸发出的力量 面对无情吞噬人生命的疾病 只有医生和患者 站在同一战线 才能获得成功的可能 赶回来就没有这大肚子 把它留下就行了 怎么回来就留个医院 小学生找个线给你解释 找大肚子 看看你肚子掉了 还是个回忆呢 成功了 把这大肚子 把他留去手术室 赶出手术室了 都平平的 就没有了 以后都别再长了 拖着 拖着再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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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着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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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着 拖着 10一家生总结了 对 10个啊 两个 两个 90份 今天十个退了 好了 快点嘛 不要扯了 退了 about 你脑子 impossible 是 正常的 我们应该从 胃节上之间 看见顺便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黄陵的腹部被打开 所有的人都很惊讶 肚子里的肉柳 和很多脏器粘连 包裹 想要完成切除工作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什么 整个是肉丸 把这个看起来 把这小肠挡起来 我们现在是在 各种不同的团队下在做 每一个都可以作为 特别下的经典 他们也下去了 我们就在这儿来 走着腿肚子 不耐生先卖那 刚才可斗那 不想在那儿看起 等着去更新酒 我不坚强 心里一点也不坚强 坚强女儿 我女儿跟妈妈调的 通过我们调过来也是 姐姐吗 比我父母对我的关爱还多 后来上大学吧 也是跟我 总是和我开玩笑说 说得兄弟大了 上大学出来 想我想我的福 反正事情对他太不公平了 面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手术 王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坚强 她甚至在手术的前一晚 做了最坏的打算 今天就有手术 首先我希望手术能够顺便 如果说我真的出现什么意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 能够好好的生活 帮我超过好我的儿子 谢谢妈妈帮我带到这个世界 让我再看看这个世界 我不能够陪伴她们很久 那就是我自己 没有那份福分 然后希望你在没有妈妈的陪伴下 也能够好好的生活 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爱你们 我觉得咱们要是 咱们要是右边的 可以的保 应该能保住 但是可能是有点麻烦 她的肿瘤 她的肿瘤 与大部分的一线 脾脏和这个一头的血管 甚至有的肿瘤 侵犯到了医后 整个与正常组织 合成一块 很难分享 要尽可能的保留 她的一些女性特征 包括自宫 即使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这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对我们来讲 在郝顺义主任团队拼尽全力奋战的十个小时后 手术终于结束 是这样 现在手术基本上做完了 现在那些瘤子能看到的 和在片子里看到的 和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 都切下来 现在呢 等于是除了切了那些瘤子以外 把那个采集部分结肠 和那个一部分一线 一片瘤子和皮都切掉 现在是能保留的器官都会保留 现在总来点还比较平稳 应该还有一个半小时就会出来 好吧 谢谢 大二王灵的家族 这些瘤子就会出现了 哎呀 别往里走啊乖乖 上台最不要紧啊 咱们把命报给你 没事的 不难受啊 不难受 这个病 尊敬我也是 想盼着奇迹出现 因为她得这个病都很罕见了 现在出现了一次这样的奇迹了 不盼着下一个奇迹 然而生活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残忍 手术仅仅几天后 肿瘤就再次复发了 王灵腿部的肿瘤开始生长 仅仅几天时间 由于肿瘤压迫 王灵的右腿开始不停食玩了 术后第十天 医生建议王灵回家修养身体 随时观察腿上肿瘤的发展情况 寻找合适的手术机会 或者可能没有手术机会 妈干啥呢 你 我咋没用你 我咋没用你 王灵的宝贝儿子 王灵生病期间 她一直由爸爸照顾 王灵出院回家之后 她就一直陪在妈妈身边 你怎么会用 你 汉汉调皮好动 总是停不下来 一直在妈妈边前刷宝 然而这份调皮刷宝背后 却有她自己的小心思 我建成这样是因为想逗她 我不想让妈妈天天痛苦地叫着 如果她们不开心 我就让她们开心 回家使出我的幽默大招 因为妈妈痛苦地叫着 我的心都碎了 这一年她看到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她根本不一样 我住元气 这一个月跟着她爸 她爸说她 就欺负她 但是我就想 这是跟爸爸撒娇了 这一年跟妈妈没有撒过娇 太强大了 面对日渐变大的腿部准备 王林不知道 陪韩韩陪家人多长时间 她有一个愿望 在我们看来 简单到不止一提 然而对她来说 此刻却格外有意 因为一家人也没有一张那个 像样的合照 想一家人在一起拍一张 像样的合照 第二件的都是 一家人 不论是干什么 一起去除去一趟 旅行也好 什么都好 这一天 是王林来北京复查的日子 我决定 为他们全家人策划一次美好 又难忘的北京之心 尽可能地完成她的愿望 王林您好 我是您的阳光使者 通过节目组了解到您的故事 接下来请您到全家福社与故馆 我无止我都不想让她上镜 当时我们两个分开吧 主要的是我不想跟她在一起 当时她给我打击太大 我不能原谅她 我不想说 因为当时我没有原谅你 然后因为自己生病了 反过来我再妥赖你 我是十算孩子爸爸 毕竟过了这么多年 我有责任 有义务照顾他们的 但是他有事的 我必须得回来 都吃了点 吃了饭 快点 吃了饭 吃了饭 来 我走啊 这边来 来 你拿去 这个是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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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你们比较搭配 全家福讲究是搭配啊 就是 要是当时选演员 现在说不定也成大名气 那这边吃饭 我感觉头都很大 拍全家福的时候 我就感觉她被洗衣服 哎 就是人生 活着不论长短 感觉短 哎呀 而有仪役也挺好 生病反正是挺不幸 但是我却是不幸中 特别幸运的那种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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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麼照啊 可以照一下 嗯坐坐坐 這個來著這樣 這個顯得錯落一點是吧 錯落有質一點 哦 哎 這小朋友 你這剛才坐這衣服都是折的 你給你站在這 你是不是可以躺下照一照 行了就不跟你们闹了 我瞅着是特别瞅着像 你好 我这是说摄影师 跟明星掌的关系 你好 我跟明星唯一的像的地方 就是戴口罩 你这个扇子可以拿到这 就比如说这样拿着 哎会比刚才这样拿着好看一点 阿姨您就刚才那个状态特别好 好不好 来来来小川给照给照下来来 好再来一张 太羞 哎呀你你去 您也跟着一起来一张吧 全家福嘛对不对 哇不还换呢 您是吗 发了什么啊 发了什么 发了什么 我想去拍 但是说我以啥角度 说站在那个位置上拍 这是比较感叹的 回来回来好嘞 刚才准备上的剧情 和你妈妈的一篇 我觉得 她拉了 其实特别爱你是不 嗯 我觉得你有没有什么 小礼物啊 就是想送给她什么礼物 让她开心开心 给她发个 嗯辛苦劳动奖 啊你还真行 你还知道辛苦劳动奖 因为这妈妈真的很辛苦 对吧 其他的我觉得 他的并不是 我觉得其实 最重要的还是他 心意 对一份心意 我觉得心意很重要啊 心意很重要啊 我就用心做个礼物吧 作为一名演员 舞台对我来说 是最熟悉的地方 这次 我希望能和韩汉一起 送给灵姐一场 最特别的演出 让她看到 自己的孩子 到底有多棒 慢点 把衣服 等会儿啊 把衣服给拉 拉上 舅舅以前在这排过链 舅舅在 就在这排的儿童剧 给小朋友们演的话剧 来 这个 演的 不是啊 是人家写的呀 哈哈 舅舅问你 你说如果 让你演一个男主角的话 你是愿意演王子呢 还是愿意演骑士呢 骑士 为啥 保护 保护谁 如果我是骑士 我就把 疾病 干跑 如果干不跑 咱就把武器 练一波 把马换一批 把盔甲 再精练一下 我想要让妈妈 永远都不能 我觉得我是 我妈妈的骑士 人人人为要守护吗 可能每一个男孩子 都有一个骑士梦 身穿盔甲 手拿宝剑 奋不顾身的 保护自己亲爱的人 这次演出的剧本 是为哈汉量身定制的 作为哈汉的乔舅舅 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次的演出 圆了哈汉这样一个骑士梦 哪怕是一个梦 也可能会有成真的一天 哈汉 好 最后就把这个任务卡交给你 你把它看一看好吗 好 你自己会念出来吗 想要找到属于你的 勇气宝剑 就要去找到最勇敢的人 地址 北京最中心 你知道哪是北京最中心 不知道 签门 每个男孩都需要一把 属于自己的勇气之剑 这是一次勇气之旅 有一群首都心脏的守护者 正在等待着哈汉 我相信哈汉来到这里 一定会找到最勇敢的人 明白勇气的意义 找到属于自己的勇气宝剑 在 还有 对 5 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叔叔学会打心机拳 等你学会了心机拳 你就可以打败大魔王 对就是你的妈妈了 听我学 这个小手就护着你的腮 当别人打你的时 你就可以用这个拳 哎鸽挡你试一下来 然后你的右拳就可以打击敌人了走 哎这就是鸽挡之拳 鸽挡之拳 鸽挡之拳 再来一遍鸽挡之拳 鸽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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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大门少少兵 现在跟着叔叔来棋案之前的过程 如果你成功了 自然就会有人把那个勇气宝剑交给你 好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防战衣 当军连的时候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而且还离爸爸妈妈和姨姥 韩汉 军人才是最勇敢的人 拿着你的宝剑 勇气之剑去救妈妈吧 勇敢点 谢谢叔叔 我一定会 好 韩汉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勇气宝剑 接下来就是为晚上的惊喜演出做准备 你赢不了我的 我是为你们的智慧打败的 气死我了 比较内向 我怕他在台上 可能表现不出来啊 虽然随着孩子 但是他其实还是想把这个作品 生日 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现在请您穿上 我为您准备着礼服 来到鼓楼西小剧场 我在这里等着你 生病期间您很少打扮自己 那您如何在我心中 您都是最美丽最漂亮的女人 说过邀请谈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个 来干什么 很久以前 城堡的镜头住着邪恶的魔王三兄弟 每到春天 他们就要抓走一个美丽的公主 因为魔王梦雨 那个宣传画我以为是观看别人演出 后来我一看原来还是我儿子在那儿演出 没有没有想到那演出是他在演 又一个春天 马唐国的公主被抓走了 而公主的儿子是一名小小骑士 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但是宝剑和仆人一起走进了 那悲险重重的黑暗森林 小王子不要再往前爬了 一路上满是荆棘 你已经遍体鳞伤了 这样下去 你打败不了三个魔王的 我我要救我妈妈 哈哈小王子 哈哈哈哈 小不点儿 你很厉害啊 竟然穿过了这块紧急的黑暗森林 你觉得你能打败我救到你的妈妈吗 定能的 要不然试试 他是黑暗魔王 他特别厉害 要跟我们走吧 不我要救我妈妈 我要给你出一道魔法问题 如果你答不上来的话 你就会变成泡泡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问问你 什么东西 能一秒钟之内 充满整个房间 哈哈哈哈 小王子 你们市场没有这种东西 啊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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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行 这光太刺眼了 哎呀 我不行 我喜欢黑暗 我不喜欢光 你玩火 你玩火 你 你晚上你的尿康 你等着我 哎呀 撕死我的眼睛了 小骑士打败了黑暗大魔王 但是疾病大魔王 正等待着小骑士 哈哈哈哈 大魔王 所到之处 疾病肆虐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 全都病倒了 小布点 听说你打赢了我的兄弟 但是你千万要记住 你肯定是打不赢我 天下 谁不怕我 疾病大魔王 疾病大魔王 小王子 他的弱点 就是他的糖果 但是他手上有宝剑 该怎么办呀 哈哈哈哈 来吧 啊 尤其是那个班 他到底那一身刹那 哎呦 感觉的这么帅 孩子比较内向 我怕他在台上可能 可能表现不出来啊 但是我今天超乎我的想象 我觉得这个孩子太棒了 我觉得他每次说台词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特惊艳我 我 我接受你的挑战 哈哈哈哈 我要救我的妈妈 我就觉得这些 就可能是孩子的心里话 来吧 你不要 来吧 我 我不怕你 哎哎 哎呀 虽然 大魔王看似不可战胜 但是 我们的小骑士 依然顽强的 跟他斗争著 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不過我吧 哈哈哈哈 疾病大魔王 我要臣服於你 跟他沒有前途 你看看 看看我疾病大魔王的人啊完美 我的人啊完美 我的人啊完美 哎呀 咋我 你們倆套了我是吧 哎呀 小騎士不畏艱險 戰勝了無情的疾病大魔王 我走了 我治癒疾病的糖果罐 拯救了森林裡面的小動物 但是就在此時此刻 小騎士並不知道 法力無邊的食肩大魔王 正在慢慢地 向他靠近了 不論如何 不論如何你也贏不了我的 因為我是時間大魔王 你們人類抵抗不過時間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小騎士 你只要在10秒鐘之內 把這些豆子都撿起來 你就贏了 哈哈哈哈 來吧 時間大魔王 跟他還是沒有前途 我要爭 你能不能滾一遍 還來這套 小騎士 加油 加油小騎士 限定的10秒鐘時間 已經過去8秒了 加油 地上還是有很多很多的豆子 很有錢起來 但是 小騎士也並沒有停手 小騎士 你已經失敗了 就不要再撿了吧啊 哈哈哈哈 還有沒有朋友 幫幫小騎士 啊 現場的觀眾朋友 能不能給我們的小騎士加點油 小騎士加油 小騎士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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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們別喊了別喊了 小騎士 你贏了 你的堅持 你的勇敢戰勝了我們 啊我認輸了 小騎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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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给你采的玫瑰花 谢谢 你是最勇敢的 其实 送我玫瑰花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动 特别兴趣 我感觉孩子 好像是真的长大 快点吃了这颗糖果 解药 凌姐 您觉得今天韩瀚演的怎么样 表现得非常棒 表现得非常棒 她想给妈妈演个戏 然后想把这个作品奉献给您 她说我想演骑士 我想当一个勇敢的骑士 然后来保护妈妈 凌姐 你想跟小韩瀚说什么吗 让她在现实生活中 嗯 做一个勇敢的骑士 今天呢 其实她还说了 她说呢 给妈妈呢 准备了一个礼物 王林同志 您在家里中 辛苦做吃的 接送孩子 这个大牛子 还要做饭 洗衣服 做家事 还要接送我 挺不容易的 特殊表扬并发送服务 我也听说您呢 给儿子准备了一封信 对不对 亲爱的宝贝 转眼间 十年过去了 这十年中 一定经历了许多的心酸 闭上眼睛 妈妈看到了一个帅气 阳光的小伙子 儿子 你长大了 人生路漫漫 没有一路的平坦 妈妈希望儿子 遇到困难的时候 坚强 恶观的面对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妈妈相信自己的儿子 是世界上最棒的 按照灵姐的意思呢 她还想把这封信 献给未来的小韩汉 我觉得这封信呢 是不是应该 保存在韩汉爸爸那 对不对 来 韩汉的父亲在哪 来 早晚有一天我要面对 儿子始终我要交到他熟 让他倾字 看到这个现场 看到上午 我感觉着 对孩子有好处 他能够感动身受 会珍惜 拿着这个 这封信哈 一定保存好 今天我们照全家福的时候吧 唯独缺了你一个人 我希望今天呢 能在这 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再照一张全家福 然后把大哥加进来 让我们一家真正的团团圆圆的 好不好 好吧 来 将人上来 来 特别圆满 到那一分钟 我仿佛感觉把满月给炸药进去 今天呢 我代表我们生命的礼物和中国人寿 把这份关爱基金送给我们今天的灵节 希望我们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同时我们希望家里人一直很开心 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让我们的小韩韩茁壮的成长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遗憾会很重 所以我特别希望 灵界能 坚持下去 相信母爱是最伟大的 母爱也会创造奇迹 命运总有很多坎 最后能跨越这些坎的 不是金钱和权力 而是一家人手牵手到最后不放开的决心